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介紹一個風景很美的岸平高原 這裡是香港少數可以玩滑翔散的地方 也有一個很棒的打卡位,石龍仔石林 這裡有很特別的鱷魚漿口石,龍船石,獅劍石等等 首先看看地圖今次的路線 由恆安站出發,經過梁有路,去到馬鞍山村 途中會經過馬鞍山郊野公園,鞍山探索館,開始上山 大約30分鐘就可以到第一個景點,石龍仔石林 這裡有著名的鱷魚漿口石,龍船石,獅劍石等等 之後可以一直去到岸平觀景台 最後就沿大水井的方向,走到西貢離開 當日我就是由恆安站的C出口,向馬鞍山村的方向出發 經過一個公園,來到天橋 這次我就在這裡作為起點,之後就會沿著山路走 現在上山了,它有點像梁景村上波羅山的大俠 那條路一開始有一條斜路上來的 不過這裡就窄少少,不知道上面什麼環境呢? 先沿著一條山路走 沿著一條山路走 不知道這條路多遠呢? 這條路是省村的 由於我走的當日,烈日當空 這段路呢,是全程沒有瓦遮頭的 提提大家了,記得喝多點水,做好防曬 大約15分鐘之後呢,就會轉入梁有龍 好了,我們就經這個馬鞍山村路呢 就可以直走 那待會就看看什麼分岔位置呢 再拍給大家看一下 原來呢,可以有的士可以上去 那其實如果不想走那麼多路的話呢 其實都可以試一下坐車 因為這段路其實是沒有什麼景體的 不過當作一個運動那樣 但是如果本身不是走開山的話呢 其實我建議坐的士 因為天氣都開始熱了,容易中暑 一車去到一個比較近的地方再去你的景點的話呢 就比較方便一點 轉入梁有路之後,一直向前走 就會經過馬鞍山郊野公園燒烤地點 終於去到馬鞍山郊野公園了 這裡有個公共洗手間 可以去洗手間之後呢 洗過臉,就可以繼續出發了 之後呢,就會到達馬鞍山村 這裡很漂亮啊 這裡的居民每天起床就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山景了 由於我是第一次去到馬鞍山村 原來我發現可以由新港城有一架叫做NR84線 可以直接去到恩青營,安山探索館 或者可以坐的士來到這個地方 原來有汽車到這裡 剛才我們那個田路,才可以省電路 這樣呢,就可以折散大概一個小時的路程 我建議大家搭車去到這個地方作為起點 因為可以折散到很多體力 好,來到這個安山探索館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呢 比較免費的 看看裡面是什麼情況先 MTT 這個探索館都要快點起來 啊哦,好可愛 我沒想到香港有這麼多這些平房 封館 封館 哈? 不是嗎? 來到封館 來到禮堂 好可惜走到廢館 疫情好之後才開館 不過剛才的先生說 如果下次上來 應該會看到香的葵 因為他正在種香的葵 而這裏也是全程 最後一個公共洗手間 我建議臨上山前 就可以去一去 由公共洗手間上山 就會經過一個小溪 這個像溪流 是供應附近村民飲用的 生物污染 溪水是非常清澈的 這裏也有提示牌提示 村民是會飲用這些山水 所以就不要污染它 巴了很大段路 可以有交通工具代步 就方便很多 如果我們剛才 由小車站走上來 就會輕鬆很多 原路走大約30分鐘 就會去到一個分叉路口 到達坑頂涼亭 在涼亭後面有一條小路 這裏走10分鐘 就會去到石龍仔石林 這裏就有出名的鱷魚章口石 龍船石 士劍石等等 我們剛才在涼亭那裏 走多大約5至10分鐘 就去到一個地方 去看一些奇形怪狀的石 其實這段山路都難走 很多碎石 在十億三千萬年前 陸巢山附近有一座火山噴發 噴發出來的物質逐漸變大 形成粗粒蒸碎含吏型灰岩 或者火山吏型灰岩 這些大塊岩石 是很容易風化破碎的 在岩石東風的山脊 向西北伸延 形成了今天的龍仔石林 向西北伸延 向西北伸延的哈文 就像比利劍國開開一樣 而另一個就是鱷魚張口石 我去到當日就見到很多遊人上去拍照打卡 這個就是獨木舟石 形狀真的好似一隻獨木舟 這個石林的石頭很奇形怪狀 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打卡拍照位 但是記得這些岩石都已經經過不同程度的風化 所以拍照的時候就盡量小心 也不要破壞這麼漂亮的岩石 趕路去廣平高原 看看有沒有放滑翔山 上來這裡也有少許花氣力 因為那些石路啊那些泥路 不是說真的好漂亮的路 所以走的時候就要分外小心 離開石龍仔石林就可以去到 岩瓶高原 岩瓶高原就是位於馬鞍山和西貢之間的一個高原 它和大嶼山的岩瓶是不同的 大概25分鐘左右就會去到岩瓶高原 很期待不知是否有人玩下去 上來最搶眼就是這個大金鐘山峰 它高536米 你看到那個位置 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 沿路上山是非常陡峭 所以要量力而為 由於高原上面可以飽覽西貢海的景色 受到很多滑翔山愛好者的歡迎 如果風向對 而天色又好的話 就會見到很多滑翔山 由於當日我是第一次見到大金鐘山 而我今天的裝束就不適合爬這個山了 岩瓶高原近年吸引了大批的人 在秋冬季節過來欣賞芒草 今天沒有人玩滑翔山 好可惜 不知道今天是否風向問題 或者來得太晚了 今天我就看不到玩滑翔山 岗瓶平原 這裡海拔大約400米 在南面小坡 設有觀景台和座椅 天氣好的時候 就會看到較西州和萬宜水庫 雖然我就看不到玩滑翔山 但岗瓶高原確實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亦都很適合露營 今天可以走到岗瓶平原之外 還可以走到石林 很多奇怪狀的石 很特別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平原 它有很多蟹樹 你下面看上去 很外國的感覺 今天因為已經花了太大氣力 在石林裡玩了很久 拍了很多照片 其實我已經覺得很滿足了 所以現在就走到大水井的路 就出去 剛才看的牌子 就大概半個小時到西貢 如果不拍照正常步速 看地圖大概是兩個半小時到三個小時 就已經可以完成全程 因為我在石林裡玩了一段時間 玩了現在大概四點半 我今天由十一點開始出發 大概四點半 就五個多小時 不算太辛苦 因為天氣還未算很熱 而且路不是很難走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我 和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推介給朋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uss個字 molto喜歡的